后天就要迎接今年的跨年夜了 云林建湖山世界是全台唯一在摩天轮 架设高空焰火释放的游乐园 到时候将涌入许多人齐聚倒数 不过这两天有人在地方脸书社团争财 要找园区的活动现场工作人员 只要打工5个小时 现赚薪资2000元还提供住宿 吸引了不少人想报名 不过园区悦者紧急发出了公告 说这是诈骗 呼吁民众千万别上当 焰火架在摩天轮释放 云林建湖山世界 今年跨年不只有焰火秀 还有长达1600秒的无人机展演 当然就会需要工作人员 负责现场管理跟输导 这两天云林地方脸书社团 出现两篇真人广告 工作内容很轻松 发水跟荧光棒 打工5个小时薪资就有2000元 还提供免费住宿 优渥条件吸引不少民众想报名 光是能够打工换宿 这样子其实就非常的吸引人 会想要过去看看 2000块嘛 因为有免费住宿 如果说我看到的话 我会想要参加 先生请等等 建湖山游乐园发出公告 说没有这回事 他们没有委托私人上网招聘 真才讯息 只会在104跟1111的平台 跨年的准备工作呢 建湖山世界也都已经准备完毕了 那如果大家在网顾上有看到一些 真才的讯息 可能要请大家要小心求证 本分局查证确定为诈骗 那目前全案争取宗 警方初步调查怀疑贴文者 可能需要诈取民众的账户 跟个人资料 民众可别轻易上当受骗 记得郭正义原来报导 本集结栏